現在高嘉瑜律師也懷疑警方查扣證物疑似走到第二包 那麼接下來將會被列為是堅辦的核心方向之一 除此之外呢在林秉書手機裡面還發現除了有高嘉瑜之外的另外三名被害女子私密照 根據我們獨家掌握警方目前呢已經聯繫上其中兩名女子 而這兩人的外型跟年紀其實都跟高嘉瑜很相像 遠景來到林秉書越租的飯店在大廳內正巧碰上要離開的林秉書 他一副事不關己也知道警察為何找上他 身旁還有一名女子就是新女友林秉書相當冷靜還反問警方 有鞠票嗎 有鞠票是不是 來鞠票看一下 林秉書一臉心虛警方在他的飯店房間內搜到兩只手機 備份豆腐頭隨身碟等物品其中手機裡包括高嘉瑜在內有四名女子的親密照片 而我們獨家掌握到其他三名被害女子也都三十多歲 身材嬌小長髮外型都與高嘉瑜相似 警方目前已經聯繫上其中兩人林秉書即便被逮卻異常冷靜 其實他似乎早就準備好 黑灰色的備份豆腐頭當時被警方發現時就和錄音筆擺在桌上 不過高嘉瑜見到證物照後透過律師表示他看到的豆腐頭是白色的 懷疑早就被新女友帶離現場吊包或是被林秉書藏起來了 專案小組已經列為核心砖板方向 遭一送時面對媒體大聲喊話 根據了解林秉書的新女友是名31歲的護理師 但白色豆腐頭可能遭他吊包 警方也不排除會傳喚他說明 另外還有飯店募集的員工及高嘉瑜第一時間聯絡的前男友小馬 都可能會再遭傳喚將後續一一釐清 就有綜合報導 所以說這樣今天感覺不錯